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方面也会出现退化 从皮肤的角度上来看 面部、手部、小腿都容易出现老年般的 这是很多老年人难以避免的 都是由于皮肤松弛 皮肤老花缺水,营养不均衡 长期皮肤在这儿往下照晒 导致了老年般 老年般对身体没有什么的危害 但是呢,长在现在的地方比较暗眼 不太美观的 我们要早早的去预防老年般 也可以通过适当的饰料来调理的 去除老年般、黄鹤般、延环衰老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的饰料方 可以调理我们的体质 去除老年般 去除黄鹤般 还可以去除豆腻 延缓衰老 准备一把红豆 我们抓起干净 这里用这红豆而不是吃小豆的 红豆可以健脾养胃 补钙 美容助盐 滋养皮肤 含柳的钙含量 比较丰富 要比其他豆类更高达 并且维生素C的含量比较丰富 经常吃一些我用素C的含量的食物呢 可以很好地补足气血 使皮肤更加的弹性光滑又好看 我用的是红豆而不是吃小豆 红豆有吃小豆不好区分的 它们的功效不同 食用的时候一定不要弄错了 红豆体积软软饱饱满 红红的 而是小豆呢 体积偏长 颜色发暗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红豆看似比较干净 我们在吃之前 一定要好好地洗一洗 外皮有杂质灰尘的 喜盖硬的食物 甚至比较放心 洗好控水捞出来 我们先准备一颗莲 莲藕 莲藕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 莲藕含有维生素 钙 铅 铁 营养物质比较全面的 老话说 秋最养人的 秋天莲藕胜似硬窝 暴雨 营养有一定的丰富的 女性朋友们吃一些莲藕 可以很好的自容我们的皮肤的 吃我们的气色好 皮肤白嫩 红润 有光泽 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莲藕 你会发现了 自己的气血充足 莲藕斑点可以淡化 去除皱纹 还可以紧致皮肤 非常好的滋补加品 比较适合女性朋友们 经常喝一些莲藕皱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美容养的功效 莲藕准备一小颗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我们先把莲藕外皮的泥土洗干净 莲藕是高红地面挖出来的 泥土是比较多的 我们选择莲藕的时候 选择前面的部分呢 没有裂开的 也没有开缝 如果裂开之后 里面会进口量的泥土 无论我们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所以一定要选择莲藕两边是闭口的 再用刮皮刀 刮去外皮 皮肌量刮得厚一些 因为泥土杂质是比较多的 再把藕切成小半就可以了 大小适中 熟得比较一致 准备几颗桑肾 我们把桑肾洗干净 桑肾含有钙 鲜 维生素 铁 阴阳比较充足的 这个桑肾呢 是晾饭之后的桑肾 也可以用鲜的桑肾 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吧 桑肾是黑色的 黑色具有很好的不胜的效果 还可以滋养美容 猪眼 健庇养胃 桑肾是植物科的一种果实 营养优体的丰富 无论是我们泡水喝 或者是直接生吃 闷煮粥喝都很好的 具有很好的滋补养脸的功效 可以说我们的皮肤气色比较友好 脸蛋越来越漂亮 还可以去除一些粥吻 去除黄鹤斑 蝴蝶斑打 桑肾不需要准备太多 大约十几颗就可以了 桑肾腺味干瓶 滋补美容猪眼的功效是比较强大的 桑肾里面还有花青素 花青素可以延缓衰老的 使皮肤各样的弹性光泽又好看 准备一把花生 把花生洗干净 花生备用于长寿果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 我们吃花生 多种多样 既可以生吃 也可以煮汤喝 无论花生怎么吃呢 营养都会好好的保留的 而且可以补钙 补腥 补充维生素 每天吃上几颗花生 可以很好地健脾 养胃 滋养我们的干身的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很多 尤其是女性朋友们 经常吃花生的 可以补钙 可以补足气血 使我们的皮肤 红润有光泽 减少皱纹的出现 还可以去除黄鹤斑 滋养皮肤的 使皮肤越来越好看 花生还可以补气血的 只有你的气血充足 皮肤还会更好看 更加到红润 多吃一些花生 还是不错的 我们把花生抓洗干净 控水捞出来 薏米是一种非常好的 妨害抗疫的食物 而且还可以滋养我们的皮肤的 很多化妆品里面 都添加了一些薏米的成分 薏米提取物 营养尤其的高 特别的适合想要憋美 想要皮肤好的女性朋友们 每天吃一些薏米 无论是煮粥喝 泡水喝 都很好打 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了 自己的气血充足 皮肤好看 薏米含有花青素 可以延缓衰老的 使我们的气血充足 皮肤更加的弹性 减少皱纹的出现 而且可能预防黄鹤斑 蝴蝶斑 眼角的皱纹等等 准备几颗桂园包一包 桂园呢 具有很高的 不气血的作用的 像女性朋友们 每天吃上几颗桂园 可以补足气血 滋养皮肤 准备几颗红枣 我们加入清水 把红枣洗干净 红枣被誉为维生素丸 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 要比其他的坚果更多的 红枣含有 钙 鲜 铁 维生素 蛋白质 阴阳比较多 是一种非常好的自补加品 女性朋友们 男性朋友们 每天吃上三到五颗红枣 建设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了 自己的气血充足 皮肤好看 红润又有光泽 而且红爪还能够健脾 养胃 自补干肾 是一种非常好的养肝食材 下面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我们中火焖煮3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达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多数钱你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时间到了 已经焖煮好了 我们就可以关火 不需要放其他的材料 这样喝起来的汤呢 味道比较甜美 很好喝的 软烂入味 莲藕红老汤做好了 喝起来口感微微的甜 很好喝的 这样做好莲藕汤 每周喝两次 坚持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了 自己的气血充足 气色好看 脸色红润 有光泽 皮肤有弹性 可以去除皱纹 去除黄鹤斑 延缓衰老 滋养我们的脾胃 滋养全身 如果你还在为脸上 黄鹤斑 脸上长痘 脸上 脸色黯淡无光 而烦恼的 稍微收藏起来试一试 坚持一段时间 就会有很多大惊喜哦 做法又简单 又好喝 又美味 喜欢的朋友们 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精彩视频 给大家更新的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